自己的车,大家都知道,不精创,为什么,它是省油,是不是? 吃饭,好的,吃饭去吧。 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福建美玉茶,现在是电视福建。 我身后这个CS75蓝金板,它就是采用高刚度的一个架构式车身, 就包括我们的一个配置表上,你看到它的一个框架,都是穿插着来的。 然后呢,我们这个车子呢,是1.5的,这个是1.5的顶配,中柜型啊, 那咱们裸车架是在11.99,直降1.6个W,现在10.39W,那不到11个左右就可以提回家了,是不是? 那我们这个是顶配车型,功能配置就比,就还,就是还蛮过得去了啊。 就是想,没错啊,咱又想啊,就是有的时候,反正大家想的不一样, 有的老铁就说,我就想买个省油的车,那也无可后悔啊,那也没。 那你是怎么想的,别人很难改变你的想法,是不是? 你可能认为我开车技术很好,我可能这个事情一辈子也发生不到我身上, 那可以啊,你买个那个省油的省油的省油,那有的老铁就说, 我就想买个扛灶的,金状的,是不是?那也无可后悔。 对,但是你要想,这人的一生当中,你不一定经历什么事情, 所以每个人消费观不一样,但是没人呢,可以去改变你, 但是你可以多种选择嘛,是吗? 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啊,我是在麦上,大家可以找一下。 然后,没错啊,还是国产的配置高,怎么说? 其实我没来查之前啊,你要是给我预算,在四五十个W, 我都不去买一辆SUV,因为一直在我的概念里, 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乘坐的一个舒适性,一个驾驭感的, 给我感觉四五十个W,我应可选择买一个轿车,豪华型的一个轿车, 然后我更舒适,不管是我开的也好,还是我乘坐舒适也好,体验感会更好。 但是你要想啊,四五十个W,你要是买一个就是SUV啊, 它可能车子内饰空间啊,或者是它乘坐舒适性就很low, 就没有轿车来的好,你有没有发现,就包括百万的车, 它的那个,它的一个那个SUV的内饰,肯定没有百万的轿车来的更好, 这就是有一个差距的,但是我来了长安以后, 我就感觉,哎呀,这个内饰也能这样豪华, 才十多个W,然后这样的功能配置,要啥自行车啊? 就是你这个预算,你买这样的车,你就不要选了, 就闭着眼就买,是不是? 对,跟路况也是挂钩,那你在的城市要一堵车, 堵个一个小时,两个小时,那它也非有,是不是? 还是长安,毕竟,我跟你们说啊,毕竟我们长安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, 然后我们长安是走出了一个自己的一个风格, 我跟你说,我们长安,它好像在改革开放以后, 研究的第一辆的那个就是吉普车, 它是从外面买到,买到别人的那个车子拿回来了, 然后把零部件都给拆不了,然后招忙花火, 然后想学人家访车,然后第一台它没成功, 然后后面它又买了一个就是, 又买了一个就是品牌,然后自己去想创造自己的一个品牌, 但是销量不好,然后它把这个图子, 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授权就给了那个北京现代了, 然后北京现代呢,就是研究出了一款吉普车, 人家一下子卖的比较好, 然后长安就不搞自主研发了, 它就是去那个和合资品, 它就是和那个外国品牌合资去了,搞合资, 你没听过我们长安旗下之前啊, 有什么那个福特呀,会马自达呀, 还有那个,还有什么, 就很多那个都是合资的嘛, 其实呢,它是卧行长胆, 它都是偷食学艺,那有很多别的品牌, 跟别的合作不是被别人并购了呀, 就是变成一个代工加工厂了是不是, 那我们长安不是, 哎,那个给和资品牌, 他们销量不好了, 有的都推出我们市场了, 但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的发动机也好, 发展到今天我们现在大家所了解的长安也好, 我们自己走出自己的一个民族特色来了, 然后我们是自己搞研发, 就是可以说我们茶是我们果, 我们现在我们到的项目设计时区来开uz, 我们下族特色的一个人数字, 在架头左边再开出我们的一篇手, 都有那么多不容易,